今天上午国际军事比赛2021中国库尔勒赛区迎来了闭幕式 从8月22号到现在十多天的时间里 七个国家的参赛队员在这里围绕苏洛夫突击 勤工安全环境三个项目进行了比拼 在赛场上我们看到了各国参赛队员的速度与激情 也感受了他们追求极限不轻言放弃的竞技精神 今天这里苏洛夫突击 所有的荣誉终将是属于他们的 上午11时闭幕式开始 在14天的赛程里 来自四大洲七个国家的182名参赛队员进行激烈角逐 共产生八个单项第一名 三个团体第一名 打破五项赛事记录 其中中国参赛队包揽三个项目的团体第一名 包揽库尔勒赛区所有金牌 在响彻全场的掌声中 赛事组委会宣布并颁发了国际军事比赛2021 苏洛夫突击晴空和安全环境三项比赛的团体奖 今年是中国陆军第四年承办国际军事比赛 中国陆军以一流的组织准备 一流的专业素养 一流的服务保障 打造了一场传递和平友谊的盛会 赢得了各方认可 也给广大网友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 随着国际军事比赛会期缓缓落下 国际军事比赛2021 中国库尔勒赛区的比赛 圆满结束